《周處徐三賀》這套戲我本身是不打算看的 雖然我對這套戲的說什麼背景 什麼人做其實我本身一無所知 但是聽名字我已經覺得非常趕客 所以不打算看 但是無論現實生活還是網友 都分別有人跟我說 Raymond看完很棒 快點去看吧 即是有空去看看吧 結果看完之後真的很棒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夜老闆 跟大家說話是蘇光路人家 跟那些消閒娛樂夜頻道 我是Raymond 今天有劇透觀後感的時間 為大家介紹的電影是《周處徐三賀》 不想不過劇透到 繼續看完這套戲再回來聽我的介紹 其實這套戲是說遠驚天 飾演台灣一個黑道中的 都不是小運運的 也不知道叫他殺手號 還是一個金牌打手號 總之好打得的 就是殺了很多人 就是做了很多惡事 有一天他就咳到癡肺 看了一個黑道醫生 黑道醫生就跟他說 喂你患了肺鏡末期 頂了弄得半年命 不如不如做一些好事吧 你走去自首吧 不要再行開密 然後他真的聽過醫生說 打算去自首 怎料去到牌出所打算自首 他說了自己的名字出來 那些低級警員 都不知道他是甚麼 叫他排隊吧 有甚麼跟櫃檯說吧 那他就說 搞錯啊 我明明黑道中那麼有名氣 為甚麼那些人會不認識我 他就很不甘心 並且在這個牌出所見到 就是全台灣 就是最大的通緝犯的排行榜 原來他只是排第三 前面還有兩個人 那他就深深一計就說 喂我呢 既然我現在排第三 我又快要死了 做一些好事 不如我堆壞第一二位 一來做一些好事 楊明立萬坦 就是全台灣的人 都認得我記得我 那這個就是他的計劃 那結果 究竟最後他能不能夠殺到這個 就是通緝反排人榜的 第二和第一位呢 而他最後的結局又會是怎樣呢 他的病又會不會癒得回呢 那真的要大家自己入場看了 那其實呢 這套戲呢 我看就是導演王晶浦 我經常聽過他的名字 但我不太記得 那我搜尋香港導演 去台灣拍這套 《周處徐三海》 他之前的作品呢 我都有看過的 有一套江湖 就是劉德華龍中學友 另外就是阿嫂 林家欣 那 還有其他的 不過我就是 我印象中 我只看了兩套而已 就是阿嫂 我純粹為了看林家欣而已 那但是除了撇除 看林家欣之外呢 其他整體的戲 我覺得真的一般 那另外就是江湖 那雖然有劉德華龍中學友 有什麼重非 但其實我都是主要看中學友而已 那看中學友都OK 但我覺得比較零碎 就是不是整套戲都好看 那有些部分好看 有些部分不好看 但是整體都是差一點 那就是 所以我對王晶浦 導演的作品 又不是特別有期待 誰知道他去到台灣 拍這一套戲 我又發覺 挺好看的 我不知道他想了這個故事 然後要去台灣拍 還是台灣有個這樣的故事 找他來拍 但是我又會理解 就是我假設他真的 在香港想到這個故事 其實在香港應該是拍不到的 就是要在台灣這個環境 才會合理的這個故事 只是最後來的那一場 就是我不劇透 總之他最後來的那一場 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有一段 雖然節奏不是很快 慢的 但是我也很喜歡 但是在香港是不成立的 所以他要去到台灣拍 那整套戲呢 我自己絕大部份的東西都喜歡的 少許我覺得不喜歡的就是 一開始 其實他有幾段 就是他 就是遠驚天去殺了人 或者犯了法 他要走的時候 我覺得就有些走得 太簡單的 可以 就是說他太容易走得掉 或者說一些台灣警察 太難捉到他 那反過來 你又可以說是 顯示到他是神通廣大 以及顯示到他的能力 還有我覺得他 這樣都走得掉 就給我感覺到有點漫畫化而已 但是 我又覺得 可能 就是這個是我自己的口味問題 可能有幾個朋友就是 偏偏就是 喜歡他 喂 這樣都走得掉 覺得很 很英雄式 很浪漫式 但是 我自己就不是太喜歡這些 但是除了 這一點之外 一開始 還有另外有一段 就是他去追殺了袁芙華的時候 又是有警察追他又是走得掉 我覺得這兩段走掉 我覺得差一點點了 其他 我都很滿意的 首先 我都說他 會去殺他排行榜前兩個惡人 第一個就是袁富華 一個香港來的一個毒販 其實袁富華 我都說是Bango 真的做得挺好的 他給我感覺到 他在做的時候 給我感覺到壓迫感 一份的邪惡 以前 譬如 早十年八載前 就是想做黑社會 一想就想 曾志偉有一期 自從韓森之後 所有黑社會角色都是曾志偉 我覺得 接下來的trend應該是袁富華了 但是 我自己就覺得 雖然他給我感覺到很邪惡 但是他可能因為拍過叔叔 他演的時候 我不知道先入遺章是怎樣 我覺得 也有一點點陰陽怪氣 有一點點滋粉味 但是其實他的角色很明顯 就不是想走滋粉味 他甚至台灣女演員王靖 他對王靖做的事 充分顯示到他的男人 即是紅性動物那一面 控制他 找他虧欲 佔有他 侵犯他 他跟王靖那段的關係也是很好看的 那袁富華的整個 給人的氣場感覺 做那個黑幫大哥 做那個毒販 都是很好看 可能我自己個人口味 我覺得有一點點滋粉 味重了一點點 如果這裡 即是減少少力水 我會喜歡多些 但可能有其他人又喜歡他 這樣就演繹了 剛剛說到王靖 王靖我心目中不是一個頂班的美女 他美女但不是一個頂班美女 但在這套戲裡面 他給我一種楚楚可憐 被控制 你很想去幫他 很想去救他 很想帶他走 那種有一種感覺 有一種吸引力 即是 然後 另外一個惡人 另外一個惡人 就是 陳二汶 一個台灣的老牌演員 這裡 我相信 可能會有一些觀眾 看到去第二個惡人 那段 就會覺得差一點 因為第一個惡人 他頭兩個惡人 即是 通緝犯 排行榜 遠驚天第三 第二就是袁富華 第一就是那個陳二汶 袁富華 都是很典型的毒販 都要槍戰 都要欲搏 但是 陳二汶那段 就是 他變成了一個類似邪教的物體 邪教教主的物體 那你一說到邪教 那變成了 就是 沒有了那些埋身欲搏 沒有了那些槍戰 沒有了那些搏火 沒有了 即是 始終是香港導演 即那陣警匪片 那一份搏火槍戰的味道 即是 第二段 這個邪教 都是有槍戰 都是有死人 但是完全 即不是 有開槍 不可以叫槍戰 但是完全沒有了 港產 警匪片的味道 還有 即是可能大家 期望是 看一些 黑社會片 看警匪片 突然間 轉了好像有些 宗教議題 邪教議題 可能 即是 有一班的觀眾 還未必適應到 就覺得 為何上半場這麼好看 下半場好像差一點 但其實 我看的時候 我有個感覺 首先 如果兩個惡人 都同樣都是 販毒 或者同樣都是黑社會 其實兩段 就可能會好似 第二 就是 其實你想想 兩個都是 極度邪惡的惡人 一個就是透過販毒 去控制其他人 一個就是 用販毒 去謀取暴力 去害人 另一個就是 用宗教 用思想 去荼毒的人 即是荼毒身邊的人 其實 同樣都是 這麼邪惡 同樣都是 這麼惡毒 甚至乎 陳二汶 在電影裡 我印象中 即我沒有特別掛時間 但可能放下去 比重的時間 或者對遠驚天的影響 可能更加深 所以 我覺得這一段 我也是欣賞 我也是喜歡 當然 純粹想說 觀能刺激 當然是第一段 第一個惡人 去殺 袁富華的時候 很多觀能刺激 的緊張感更加大 另外 其實周處除三害 這個典故 或者故事 可能我不是看完整個完整版本 我從小到大 聽老師講故事 看短片的講故事 就是 周處殺了一條龍 殺了一隻老虎 最後自己改過自身 殺一條龍 講了很多 殺老虎也講了很多 但是他 為什麼毛尼拉姦 會意識到要改變自己 要去自己改過自身 痛改前妃 反而 他自己的心理變化 那個改變 那個覺悟 其實以前我小時候看故事書 是沒有什麼特別可以說的 或者可能小時候 有說我都看不明白 只會看那些打打殺殺 但是這 今次這套戲 我覺得一開始 說他殺了袁富華 跟著他遇到邪教教主 由最初不知道 就是他要找那個 第一大的通緝犯 到開始自己都被他屠毒了 相信了 自己去對生命有些整理 後來發現原來他就是 那個第一大犯 跟著要對壞他 其實呢 我反而覺得透過這一段 我看到遠經天 即是這個現代周處 面對著自己生命的矛盾 他有些轉化 他有些覺悟 我給原著那個版本 那個故事更加看到這個現代周處 那一種的心路歷程的變化 他由黑道 打打殺殺 要賺錢 殺人魚麻 不介意 即是唯一要走 就算是傷害身邊的人 即是去追捕他的警察 都無所謂 一定要走 一定要揚名立慢 一定要講回事業 去到最後 結束他的目標 就是殺了頭兩個通緝犯 跟著甘願去半自首 其實根本都是自首 根本是約了警察去抓他 到他要面對死刑 即是我也最終都這樣 面對死刑 那種處之太嚴 那種放開 甚至乎好像已經看破了紅塵 很迎接這個生命 到最後這個階段 真的 這個舉動令到台灣三大通緝犯 都一次過沒有了 他親手殺了頭兩位 第三位自己甘心去服刑 甘心去接受死刑 那就真的除了三害 我會覺得這個現代版的周處 對除三害 比我小時候聽過的故事更加完整 更加有血有肉 還有給我啟發給我 我自己都很推介大家去看這套電影 而這套電影也令我對黃晶浦導演改觀了 我都說之前我不是看完所有作品 但我看過作品 我都覺得不是特別好 但今次這套我真的覺得是正東西來的 所以大家記得入場支持 不要被他的名字嚇壞了 他的名字絕對是怎樣都提的 不是求差其改 還有是好看的 過程是正的 大家記得支持這套周處除三害 也可以支持我的頻道 讚好分享留言和訂閱的頻道 拜拜